去到第六條,第六條是一個普通的 inequality solving Paper 1 都考過的,Paper 1 出了一個惡畫 Paper 2 出了一個 end,兩種考完大家,兩種都應該要認識 可以嗎?我們都是自己各有各計的,左邊有左邊計 -4,x 大過 21,x 將 x 加過來,-3,x 大過 81 記得一件事,inequality和 equality只有一個不同,就是乘除負數的時候 記得要把符號調轉去寫,如果你不調轉去寫就錯了 所以這個位置要調轉去寫,就是負7 還有這一條,我們應該都沒有任何的影片之前教過的 所以如果有問題,你也是自求多福 因為這個實在比較基本的,我們沒有花時間去解釋 可以嗎?那左邊做完後做右邊,把東西丟過去 記住加減負數,正數,這些完全不在乎的 只有一個不同,就是乘除負數的時候,負號要調轉 可以嗎?如果你不是乘除負數 你是不需要你任何的負號的改變 可以嗎?然後x 除過去,今次是正數的 所以不需要調轉負號,所以x 小過 3 沒問題 那我就會推薦大家去畫一條數線去想 因為我自己中學的年代,做 inequality 都很喜歡做錯這一部分 但是大家入門,我不知道大家的能力去到哪 如果大家比較錶青的,那你這麼聰明的你就圈 那我畫比較清晰些,甚至我做到現在,我2020 自收入去考DSE,我都是畫了數線 我會心安理解多些少的 那畫數線的時候,你就看回,x 要小個等於負七 那就是向這邊,那你就在這個位 空心是解無等於 如果由實心,就是小個等於這樣解 所以如果說空心,就是無等於這樣解 然後x 小過又要三個,那就是向這邊 那你就插完他們會畫到的地方 而插的過程,記得要用兩個方向去插 一個就向這邊插,一個向那邊插 如果兩個地方都插完的那些,就叫做and 如果是第一個地方畫到的那些,就叫我畫 那所以如果這題目是我畫的話,那我就會選x小過三 但可惜這題目是and,所以要兩個地方都插完才可以做答案 所以我們會計x小個等於,小個沒有等於,小個7,小個負7,小個負7 所以答案就是A,AAPPLE,行了,AAPPLE 好,AAPPLE,AAPPLE